你會否有所謂的理論? 我小時候,即是高中或本科時,其實很迷西方理論 會奉為聖經一樣去提升方理論 但在我做中國和歐洲思想比較研究之後 我就開始反省一件事 例如民國時,49之前的很多中國思想家 其實他們的思想是很有potential,可以發揮的 但為何我們會花很多力氣去看當年的歐洲思想家的理論文章 但我們經常都會望一眼,中國思想家的文章 就會覺得其實沒甚麼了道,然後就aglaw了它 而我在小時候發現,這是一個很有很大偏見的理論 其實民國的思想家,或者49之前的思想家 其實是很有potential,發展成為我們當下的派盤理論 只不過因為種種歷史因素或者政治因素,令到它沒有辦法發揮 那個研究之後,我就開始我的博士論文 而一個focus,就是左翼文學會看渠秋白的文章 我一直的定位都是,因為其實如果你從政治角度來說 其實有很多既有的主流定位,會幫我們排座詞等等 其實我是不會用這個角度去看,我就純粹用一個思想史的角度去看責任 先放下之後的政治史,思想史對它們的定位,對它們的詮釋 純粹走回到它們的文本,它的作品裡面 還有去嘗試很原本地去看它們的作品和它們的 context 它的語境之間的關係,就發現其實一直以來被 ignore的左翼文人 其實如果你放回當時的 context 去理解,其實它的思想很豐富 例如它的左翼形象比較牢固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曾經做過共產黨女武人 但是它去蘇俄之前,其實它的思想是極端龐宅和極端豐富 因為當時它受李大超影響,而李大超其實是日本讀書 所以它在日本裡面收了一些很複雜的日本詮釋的歐洲理論 所以在李大超的討論裡面有包括多種社會主義的理論 例如古代邦社會主義,例如無政府主義,當然也有馬克思主義 另外除了這些左翼的思想資源之外,也牽涉到生命哲學 也牽涉到美國文學,例如愛陌生 也牽涉到當時日本,因為日本的佛教是很輕盛的 所以它理解這些西方思想的時候,往往帶了佛家的概念 形成一個很複雜的理論模式 這個模式其實在日後正統的思想和政治時期討論 是往往被人一不沒收 自己覺得馬克思接收得不夠正統 但是沒有想過這種這麼龐雜的思想的連結其實是一個創新的 所以我在渠州白的個案研究裡面發現 其實是很有趣的,很多連結其實是 基本上是一些我們會視為不可能的連結 例如很死心塔地的一個左翼的人物 為什麼在思想裡面會經常有一個佛家的認同 因為我們會視左翼應該是反宗教 而佛家會被人定位是宗教 但是其實如果我們原原本本還原去當時的 context去看的時候 就會發現其實它不是當是一種信教式的宗教組織去理解佛家 佛家只是中國傳統思想之源的一部 它其實是當作思想之源去把佛家的概念放進去對於西歐思想的接收 所以這個連結本身是在正統黨史、政治史、思想史、哲學史 其實是會覺得很古怪、很畸形的東西 但是我就會覺得正正在這些那麼畸形的東西 它才有創造性 而這個應該是我們當下要肯定 如果我們真的要講有一種中國式的思想 或者一個華語,我們不講國族 我們是講華語式的思想 這些是一些很重要的元素 而必須要重新腦出來講 為了解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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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解佛家